到折舞的 第一次來到好辦這個空間的 有的話就舉個手 欸 好多喔 那這裡可以 啊 拍手 搖轉了 為什麼我覺得聲音好像有點沉 有點沉 另外一支 喂喂喂喂 喂 還是一樣 好 沒關係沒關係 這樣比較有磁性 那我 既然有很多人是第一次來到折舞 那我還是簡單的 講一下說 哲學星期五是在做什麼的 就是其實哲學星期五是由一群志工組成的 不論是你看到的Panel 或者是後面有人在錄影 有人在拍照 或者甚至是開場 其實我們都是由一群志工 那五場的在進行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每個禮拜五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都會在好辦 這樣這個室內空間 可以進行這樣的一個論壇 那為什麼我們希望 有這樣的一群人 然後組織成哲學星期五這樣的一個環體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平臺 我們可以提供一個平臺 讓大家討論不同 各式各樣不同的公共議題 那哲學五可以談什麼 其實只要具有公共性的議題 哲學五都可以談 不論是今天講的所謂課綱 所謂教育的議題 或者是之前我們談過所謂的勞工議題 我們談罷工 或是怎麼談爭取學生的勞權 或者是上個禮拜 我們談建國市場 那我們也談過台中的鐵道 或者是在地要怎麼做所謂的參與式預算 就是任何 任何只要具有公共性的議題 我們都可以在哲五來談論它 那每個禮拜呢 我們都會請不同的講者 來講不同的議題 但是我們認為在哲學星期五真正的主角 真正的主體 其實是住在台下的各位 所以雖然每個禮拜五 我們都有不同的講者 他們或許對於不同的議題 都有他專業的地方 但是如果作為台下主體的各位 有不同的想法 有不同的想法 都歡迎各位可以提出來討論 所以在QA的時候 我們都很歡迎大家提出來討論 因為我們認為所謂的參與政治 所謂的參與公共議題 我們對於這些想像 以前好像都是所謂的上對下 就是上面的人說什麼 我們就不聽 可是我們很少 我們很少是下對上的參與 我們很少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很理性的討論它 所以我們希望哲學星期五 就是提供價格平台 我們可以坐在一起 然後用很理性的方式 去討論不同的議題 或許大家的想法 並不是完全相同的 或許有一些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討論 我們也許可以凝聚一些共識 那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討論 可以所謂 我們可以這樣子 參與 就是用更理性的方式去參與 公共議題 參與一些所謂的政治 那這是哲學星期五存在的目的 那也 那也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因為哲學星期五的主體 其實是談一下各位 所以等一下會進行哲五的傳統 就是自我介紹 我們就是利用短短的30秒的時間 就講說 你從哪裡來 你是誰 那你對於今天這個主題有什麼想像 為什麼你會想來聽 或者你是 或者你是 代表 如果你有參與什麼團體 或你現在進行怎樣的活動 也都很歡迎進行工商服務 對 就是你可以講一下說 你現在在進行什麼 歡迎有興趣的人可以一起參與 對 那就是整個星期五給大家的權益 的權益 那我們就從這裡開始 不要有壓力 就是 講你想講的東西 這個爛起來沒關係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其實如果到時候就會發現 其實關注公益的人還蠻多的 像坐在台下各位都是啊 好 大家好 我是台中二中的黃秋安 那 那 就是 因為 我之前 我們用第一次的課章弄很兇 然後這一次 特別來看看 中國史的課章又有什麼玄機 那為了今天來點這一場 還特別喬喬一場炒肉花 我是一道學生 然後我是入人 專門入負責 然後這邊想做的螺絲 可是還沒有去一道兩港 對 好 謝謝 其實你還蠻常入負的啊 欸 大家都很認同 我台中四人的人 欸 我注定台灣土地 因為很重要 我可以說兩分 我注定台灣土地 我注定台灣土地 所以我們不再講 我們中四外文所 那 我本來不記得 我本來不記得 那被 提醒我說 不 就是 我提醒了 然後 就說 就是上 服務時間 就說 看了性別打折 還有上 有千多的 可以見的 請求 於是 我相信 未來的二十年 大家 還是說 大家 還是說 大家開始發現 不哈試就出來 是一個 一定的不對勁的事情 大家會做什麼 對啊 那我相信未來的二十年 會是關鍵 大家好 我是陳柏妤 來自排隊中語 然後 垃圾班 然後 就 那我 我也是會 退選時間 然後再 公共議題 出去 大家好 我是你叫 張元凡 然後剛退伍 然後剛好 以前也是常 關注公共議題 然後 也希望說 台灣人民 可以這次 跟公共議題 能再多關注一下 讓我們的 素質才會提升 謝謝 謝謝 我是李少神 我現在還在國語 那以前大學的時候 就 會參加一些 公共議題 的討論 但今天就是 旁邊都是我朋友 大家 建議他帶我來這個 希望可以跟大家 對公共議題 來不可能 理解的太多 對 一切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謝總美 你是 人本教育基金會的父子行長 也是台東監督市組隊 我們常常帶小孩 在台灣或是世界各地去更是不同的地方 帶走的過程裡面 每次都會去研究人的地方 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脈絡跟歷史 會變成現在的這個國家 那每次在研究的時候 相對台灣也有高中的一起 那才會吃水 你認識他多少 那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歷史 即使是中國在台灣的歷史 也有相當的存在的影響 可是道主施捨 也無盡不能夠保持面貌的無謀 所以覺得這個議題很重要 那沒有哪個國家自己的認識 可是應該是民習的認識 那這樣我們才有辦法去 了解自己道主行的走到這裡 所以 尤其針對將來即將 蒙高樂第二次的所說 應該是中國學校的理應 被你去入學山 玩成或什麼樣 或者是叫破心 破心的問題 應該要了解 是否拿起來 算去學校教大 多分比你去考太多錢 請問教大禮 請問教大禮 請你再回答 請問問 嘿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中原本的經驗 那 我覺得教育不該會正式服務 教育應該是讓我們人生上一個東西 不應該是受規捲者所使用的工具 那我們有一個活動叫928我要救客家 然後我們希望在教師節之前 我們大家可以把這種一拍照 我們跟他一起合照上傳到我們叫928我要救客家這個活動專頁 然後讓這個活動可以繼續想像一下這個活動 讓客觀之一可以更被大家注意到 那可以請大家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來跟這兩個人把子拍照 那這把店都有 這樣子 就是結束之後大家可以拍照 然後請大家分多來拍照 謝謝大家 如果想要支持我們的會後就是找那位朋友可以拍照呢 就是可以幫忙打卡 大家好 那個我也是來自仁本 然後就是 其實我對客觀之一有熟 那我知道有趣的人在很努力 所以就介紹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也是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工作人員 那就是 我在幫你補充說明一下這個板子 就是說 如果大家是支持版客康的話 那因為10月的時候是一個校園選出的時期 那就是我們就建立整個活動 那就歡迎大家拍照之後打卡 創傳到這個 那就是本次的活動 叫做9285109顆吧 謝謝 那我對這個音樂的心情 他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 因為我一直去幫忙告訴他 他影響性能夠幫忙去做 這幫忙去做 那幫忙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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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我剛剛合理那個 會不會工作的 那我自己 那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去的藝術 也是我的大學的時候 有上過藝術學院 所以我是正家的學生 然後 然後我自己在 因為我 因為剛好我的年紀是 我在學學的過程中 我的藝術 我的課綱剛好是在 我的國中使用的是最開始的 我已經是課綱 然後在我高中的時候 突然變成了所謂的 一代的一些課綱 對 你就是之後 所以我自己的投學過程 就有東西在一個課綱轉變的時候 然後我在我畢業以後 我有點虛擬過教育 翻過老師 所以我也接觸過 在之前的課綱 所以我有 然後再加上各性的相關 所以我自己 對於這種 可以這樣多 版本的課綱 有這樣多的疑惑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 在長大後來一起來 請問看 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陳明明 我住在這附近 我想學沒有畢業 所以我的觀點大概是從 西方的觀點跟文書館 看過 所以我自己選中國史 大家好 我是吉祥 其實 我今天原本要帶我媽來的 因為我想的 剛剛他們的應該都是 一樣是一個中國的課長 然後 雖然我現在就是 比較實情花樣鼓勵 但是跟他們有什麼 規劃的機會 然後有點想要介入 就是有沒有一些 大家的想法 可以也開啟 他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但是他會直接 加班亂 不能來 有點可惜 這樣子 我相信 就在想出辦法 跟他講解釋 你知道我們週五 有直播的網址嗎 趕快就跟你講 好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陳香 海中英明文 然後我最近在學習 還可以一起 過來看 謝謝 好 我是招工藝史老師 我來自新年 藝清老師的學生 那其實我跟燕齊 都是歷史教師跟聯盟的成立 我們一起努力了 一整個七月跟八月 然後 今年的生日願望 跟交集的願望 還有跨年願望 就是這個課堡 然後在校園來看小七 謝謝 你一群要跨年 因為基本上 這幾個月的風潮 其實他們就是打死你退 那其實 有很多的東西 其實不是只有事實跟關聯而已 可不可以請回歸到 就是教學正常化 還有就是教學上 可以讓小孩子 比較清淨歷史 就是一直在留歷史走十倍 那其實老師們很努力 可是我們的教育直往基關 一直去打壓我們在教學方面上 可以伸展 謝謝 那大家好 我也是高中菁老師 我是台中人 之前在台中服務 現在在台北服務 那之前參加 中一中辦的那個 歷史教學工作坊的 之後 都被菁老師電到了 現在正式成為她的魂師 哈哈哈哈 從小姐剛好要回家 所以就來了 那我覺得還是回歸教學 因為最近為了 這兩天為了一拜零七年 課剛選就課程的事情 我們基理課已經闖架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是回歸來研究一下 律師教你要怎麼交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志勤 我是台中區現在做餐飲私運算的 工作團隊 然後今天就 今天就不共上同時 因為太多次了 所以就算了 那其實剛剛講很多 大家想要參與工作事務 其實我覺得 大家不要 參與政治 想得好像一定 人民參與政治一定要是什麼 抗議啊 上街頭啊 或者是做一些 做一些 最好 最最簡單的東西 就是你從源頭 直接 直接把 一開始 不要做錯誤的事情 雖然是最簡單的 大家好 我是陳志勒 我是運輸老師的粉絲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志勒 老師的粉絲 大家好 我是中心大學 然後我是 就是 鼓勵 然後後來參加 這個主要原因 是 欸 我剛開始聽到 反課堂的時候 就 想覺得大人會好 然後 我自己是 有去找 課本來看 然後 可是 這就是一個 只有自己 看課本來看 對話 所以我才 可以 就是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想 可以看大家 做這個課堂 還有這個活動 大人 反課 我是直接去搬 高中的課 對 那有看到什麼 這個荒廟的地方嗎 我來個研究 就是 先 我是直接 先看那個 就是 1945 那個地方 嗯 我覺得前面 你要先買一個這樣子 然後就是 直接看1945 然後 然後 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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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現在 最大感就是 欸 怎麼做了一切 我不認識 謝謝 怎麼做了一切 我不認識的人 就是我高中的 比如說 但現在不然跑出來 然後 有人想問優怡 就是 李友邦 然後我自己 再次看李友邦 然後 我的 人生 就是人生 然後我就會 開始 想過 欸 那你既然這個人 有提到的這些 就可能 他的標誌 就是 台人在大陸的 抗議事件 的活動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 想說 欸 有這個啊 那我就再去找 一下李友邦的生理 我就覺得 喔 那他後面的事情 怎麼沒有講 就是這種 所以說 我就是 類似這一點 還被摸手 我並沒有把它整個看完 沒有那麼多的 時間 就還在慢慢研究 所以他還想到來參加這個 大大小大大 好 謝謝你們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大風讀書會的 會員 那我這個議題 對我來講 我們非常想要 在深入的了解 因為這個 有沒有 特大已經有一段時間 大家的努力 都看不到殘果 因為我們的職政長 真的是沒有給老師來參與 這個是很悲哀的事情 那意思就是要呈現 這個事實的呈現出來 為什麼要把 有的就殺掉 那就請向中國 那是不對的 台灣什麼發生的事情 是要呈現現實 在歷史上 將給我們的子聲傳承下來 了解這個事實的歷史 那我今天來了解這個 我要帶回去我們讀書會來分享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洪樹律 我是東南社工的學生 然後我解釋東南輝社的成員 然後今天來看 來看以前的我課 其實也跟我過去學習在歷史的部分 是想做會有的經驗上的故意 所以趕快來看看 謝謝 你好 我是藥律長 我會來是因為 我之前有參加過 反課幫我去 然後我靜坐過 我靜坐過來自己沒有去 我去光光過這樣子 那所以這件事 這個議題 我們在有一點多種 有一點興趣想說 大家好 我叫亮婉成 我是中山大學的新進業 然後 我其實才剛來台中一個月了 留意台北人 然後 就是對於這個議題 就是蠻有興趣的事情 但是你們都沒有深入去了解 所以就是想說來一點看看 然後工商服務時間就是 我現在是在國民館工作 然後現在國民館有一個就是亞洲首領演展 那個 那個展覽就是 因為我覺得這裡在做的大家都是很有想法 然後很關心社會議題 那那個展覽就是 可能是我們邀請了很多亞洲的藝術家 然後不管是 就是最近的那個難民潮啊 還是就是相關的亞洲的議題 然後 就是 歡迎大家來 看 那些藝術家 怎麼樣用自己的方式去 用出一些批判 然後用出一些問題 然後值得 帶他去審訊 謝謝 大家好 我也叫做宋軒 然後開宋軒 然後今天主要來說的話 是請請入 來解一下課長面積 另外的話 就是來看 益隆老師的當作 好滿的這邊 就是看到就來 就是看到就來 嗨大家好 我是台中的李又汝 今天這次來是 因為 其實不管是以前到現在的課稿 還是別的國家的歷史 他們的課稿 像是每年之前 李又汝又汝的一本 在台灣有關的一本 他就這樣 就是講 也是講美國的歷史課 他們 他們的特段的問題 其實這個情緒 每個國家都會有 所以我想來出聽 然後 接收各種管理 然後來試試一下 請來 大家好 我叫小吉 然後 未來 人們已經會 做我在高雄辦公室工作 對 然後 因為兩週前 金老師曾經到 高雄辦公室也是講這個講字 可是我有事 對 不課 探家 我同事的時候 非常的精彩 所以 其實我是台中大理人 對 為什麼在台中大理做這樣 對 所以我現在其實實力都還沒有拿回家 我就先 從火車 分過來參加 等一下給你家 謝謝 大家好 謝謝你 然後我在台中 在學校當監獄 聽我老師 因為學校就很奇妙 是因為 有技術課就很 不討論的 而其他就會非常 就是沒有再亂出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 身為台灣的 因為他實力就真的要了解 接下來我們的功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君 那我本身的工作是做 徒書倉儲 那其實 我有去到很多學校 發教訓書 因為這是我的工作 對 那其實我看了很多學校 因為我有去二中啊 文化啊 中文 這幾個學校 那我看 就是他們 就是高中的這個歷史課本 就是我看的還蠻 難過的 因為就是一疊 就是已經印好 就等著你去發 可是 我有稍微翻一下 就是他裡面的一些內容 其實 就是在講一個大中國思想 那種感覺 對 那我就覺得很蠻難過的 對 那 呃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因為其實反克剛的議題 其實從一開始 我就一直貫注到現在 那我希望說 就是能夠影響更多的人 一起來貫注這樣子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阿成 啊 我是 在國際機關上班 那我一生的目標第一 短短短目標就是 打倒中國國語彈 那不是說 倒下來要把它牽成 啊 啊 終始目標就是 推翻 我們中華民國 啊 遠程目標就是 希望所有的台灣人 那個頭部裡面 那個 那些 教育師匠 都把他繫成這樣 啊 啊 所以 看到這裡有這個 這個題目就 就很好奇了 先過來聽看看 那 嗯 大家好 我是那個 呃 台中 北京區四大名的 跟前面那位先生 是一家 姓英文 好 那 那個 因為中區 有順心 一天過來 看看 那果不其然 全部都是年輕人 好 那班長 以前年輕人的印象 因為我以為年輕人 只會聚集在五廳而已 那這次是非常的這個驚訝 果真中區有這種 能量 開始在聚集一些 復興或再興 或者是青年人 投入的一個趨勢 那第二個是 呃 我本身是教台灣史 所以 所以 呃 這個 在課堂上是我詮釋嘛 那我們 學台灣史的那個 台灣秘技史觀是 多數是 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也有少數有一些人 是有問題的 那多數學台灣史的人 這個台灣秘技史觀 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今天想來聽聽看 金老師這個 呃 在上課 上其他的這個 歷史課程的這個 史觀上面是 跟我們有什麼不同的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借良 然後 我現在其實 我都說我是一個 獨立教育工作者 那我其實是在 台中區的親子共學 在擔任領隊 那 我們這個團體其實 擔任領隊其實 在帶家庭一起活動 那我們帶著家庭就是 帶著家庭一起討論 關於教育 關於教育 那甚至 甚至也談談 各種社會 正在發生的社會議題 對 然後 這個題目 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我最近其實 對東亞這一塊 因為一直很不熟悉 所以看到題目有東亞 那有學習者 為主題 對於一個獨立教育工作者來說 這些題目就會很吸引我 來 試著來看看 這邊會從哪一個 麥克風去談 對 好 謝謝 謝謝 剛好我是獨立教育 然後 因為反正當獨立教育 你持續一段時間 那你想知道說 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持續這樣一個熱度 包括12年 我就要再次交易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獨立教育 我也是獨立教育 我是總理 那 那 其實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這個 一個中國課綱問號 然後 其實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場很多 都非常年輕 然後 那我們現在聽說 大家都叫 聽說是叫天然獨 所以說一個中國 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怎麼可能會有兩個中國 當然只有一個中國 那所以對於只有一個中國的情況 比較我覺得 我們要如何去看待 這個 現在目前是敵對的國家 以後 我們希望它會變成 跟我們友好的一個外國的國家 所以從 所以從這個外國的觀念來看 當然我們需要去了解中國的歷史 那因為尤其跟我們靠那麼緊 這是意思我長期以來 我也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們要了解世界 世界當然有這麼多的國家 所以一定要去了解 跟我們這麼密切的國家 那所以我今天也很期待說 包含我們這麼多的歷史老師 包含我們在聽眾裡面 然後包含我們的講者 都是歷史被子 然後我很期待說 今天可以有這麼大的收入 那另外一個我要講一下有關於 因為剛我們開場主持人 也接到哲午 那其實我最近 因為我們今天要談歷史 那我要講一下 跟歷史有點關 我們哲午 從2010年來就開始創辦 我們在台北 大概到現在五年 然後有哲午的歷史 大概有五年 然後最近常被面臨 問到一個問題說 我覺得跟這個反克肛運動有點像 人家說 啊你們是不是民進黨在支持你們 在推動你們反克肛 你們背後的黑手就是這樣 然後哲午不免也會被人家說 你們背後一定有一隻黑手 不過我們的黑手也很簡單 其實就是剛剛主持人介紹的 我們的黑手就是志工團 對 就是推動哲午的黑手 所以就是志工團 那因為明年 大家知道明年1月16號要幹什麼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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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啊所以1月16號 那要選舉嘛 所以1月17號是什麼 可能會變天啦 可能啦 我想說 其實1月17號怎麼變天 那1月17號是我們明年 哲午開這兩週年 然後很多人說 啊你們是那個民進黨執政以後 你們哲午不會犯 這是可以提你們 這樣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從這個哲午的角色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不管是誰執政的狀況之下 我們是永遠的堅定的 呃 作為一個民間社會裡面很重要的 沒有公共論壇 所以我們會一直辦下去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最大的黑手 不是來自於明信黨 是來自於我們哲午的這群組 好謝謝 大家好我是珮琪 然後在兩年前回到了台中 再出去這邊去看好辦這個空間 那因為很多人是第一次來到哲午 所以應該也是第一次來到好辦 就是稍微簡短的知道一下好辦 那好辦其實平常這個空間是 在平日是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就會有台中的可能是創業家 或是個人工作者 來這邊工作 那這個一樓的場地 也會一定集團一些講座活動或者工作吧 然後也會開放外面的團體 來組建好辦的一樓這個空間 那好辦除了在空間的境遇上 我們同時也跟台中做成具有很密切的關係 像最近在忙的事情 就是在十月的國慶日的那個週末 在台中公園和一場玉川詩集 以及日空給到音樂節的活動 那這個玉川詩集比較特別的是 它跟其他的詩集不一樣 它會連結很多台中這個中具的老店 比如說很自信發言 或是清朝向的老店 或是巧克力小米店 然後我們花了非常多時間去跟老店去聊天 去討論說 欸有沒有可能有機會在玉川街上面買一台 那要緊張呈現團位上的感覺 然後他對這個老店有什麼樣的 互動 因為其實很多老店 他會覺得我不需要 或是我們要扣 所以我們會把很多賢趣 想要把這樣的文化帶進這個市集 然後讓市集作為可能台中市民 走進舊城區的一座橋樑 那另外在十月份開始以後 也有一個叫生活在舊城的三十片的活動 那我就請你多方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萬榮 然後今年負責生活在舊城三十片的策劃 然後這個活動其實我們很希望 瞭解舊城的行動家 分享他們在地的生活故事 有些人可能是他進行中的唱會行 現在已經消失了 然後有些人會分享的是 他去一廣那邊的一些生活經驗 然後我們瞭解了十六位 包含他想要的空間 溫度月灘地基 寫作中區等等的十六位團隊 然後這個計畫除了就是有在地行動家的參與之外 我們也希望透過就是 後來來持育的這個民眾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通過參與 你的舊城生活印象的工作方 一起繼續書寫在舊城的生活故事 然後活動時間是十月二號到十一月二十二號 然後中間除了這些活動之外 還有包含了舊城的主機小旅行 所以可以通過在地的引路的一起認識者 然後我希望到時候可以大家大家一起談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老師 我是為別人的推薦 可以來走進去就是好辦 然後聽哲務這樣子 然後我也很好奇就是 如何就是你學習這位主題 來做立志的教學 因為這跟以往的就是學習經驗就是有很大的不同 特別是歷史這個帶有非常大的 不管是政治的操縱同堅 或者是其他的科學性 然後另外一位學習者 有主題 各位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玉婷 那就是課當議題開始之後 就一直有在追蹤這個議題這樣子 那今天就是 呃我想知道說我 台灣的歷史我很想知道 我想要去學習 然後外國的歷史 中國對我來講他是外國人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 然後去學習這樣子 然後我要公商服務一下 就是我本身也是導國經驗自公 那就是我們現在還有在推那個 補正公共法的連署 那我們在好伴這邊有放連署書 放在哪裡 他大概很長 沒有啊 這裡沒有啊 沒有啊 還是在外面 好齁 沒關係 反正就是好伴這邊有放那個補正公共法的連署書 那如果就是滿20歲的公民 大家就是可以幫我們簽一張連署書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連署 我們要收到12月初 那我們希望可以在這個 這麼短的時間內 我們希望可以達到我們想要的目標 這樣子 那個會後想要簽的可以找 後面的會朋友 對 來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那六禮拜後的 你要不要知道 謝謝大家 我是 那個 我是那個 台北文教經委的自公人房 我是男老人 我感傷風情 因為我們名字 我們基金委 在這個 這個 有扮一個 林冠華同學的 這個 紀念比的卡比 還有這個 對手 技術 如果大家有幸福 可以像這個 臺灣台北文教 去規模棧 來看 看要怎麼去 明天在錄影 都不可以過來參加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這個 我是你的 我正在說 這是 鐵仔禮拜 謝謝 謝謝 謝謝